这个练习的过程当中 如果程式写错 像这些资料不见的话 那VBA 它没有像那个 以色列可以控制自己复原 VBA跑完没有就没有 所以做错就做 所以建议 如果你练习之前 你可以怎么复制工作表 对 再来练习 OK 错了没有关系 还可以恢复 如果你没有复制 不过理论上 因为我已经做熟了 所以我没有 比较没有遇到那样的问题 如果你们有这样的问题 你就复制工作表 再练习 比较保险一点点 OK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刚刚有同学提到 就是我那个注解 比如说 这个本来其实可以写一行 原来我们写这么多行 但是有时候你删掉 之后要回去参考就不见了 那所以怎么办 通常我们会先把它注解 起来 保留在这边 等到确定不要了 我再把它删掉 不然的话你一下删掉 发现原来 后面那个方法不OK 又把它改不回去 因为你把它删掉 所以理论上会这样 就是把它当注解 先放在这边 那怎么样把它当注解 很简单 前面都加一个单 单引号就可以 可是如果说像以前 如果你不知道有这一招可以用的话 你变成你要一个单引号 一个单引号的慢慢加 那这么多行 起步要加很久 所以有个方法 记得 这边按右键 它叫编辑工具列 或者你从检视工具列 检视工具列这边也有了 检视里边有个编辑 不过我比较偷懒 我习惯用那个比较快的方法 这边工具列按右键就可以了 然后有个编辑工具列 它可能会浮动 不过你把它放回来就好了 放在这边就可以了 OK 然后那个功能叫 使程式变为注解 就这样 另外旁边一个功能叫做 使注解还原为程式 它两边可以切来切去 所以比如说我今天 希望这一段变成注解 那我就把它注解掉 如果说我发现 我要让它恢复的话 我可以把下面这一行注解 把上面这一行做恢复 所以也许你写程式 可能有好几段好几种写法 那你可以去try 有的时候其实我刚刚讲过 真的程式并没有标准答案 那最后我为什么会选择这种方式写 是因为我试过很多种方法 我发现这种方法写是最OK的 我就把它留下来 OK 那当然 这个你们也可以自己有一套自己的写法 不过前提就是你慢慢要功力 要慢慢提升 那其实像为什么要学VBA 到底很简单以前你用滑鼠键盘 就是只能够图法链刚慢慢敲 慢慢去点对不对 那你变成你就是跑回圈 你就是把自己当回圈看待 对 for I 等于二到一千 那你就二三四五六 你就一直这样动 那如果你跑个回圈 那把你要做的逻辑叙述写在里面 那跑完就OK了 而且你如果跑回圈 你跑数量越多越有越感觉非常的棒 为什么 因为一下就OK了 但是如果你质量不多 有时候当然你自己弄不弄OK 可是现在好像质量都不可能变少 只有越来越多的趋势 没有越来越少 而且越来越多到可怕的地步 所以什么叫大数据 那个大的数量 其实就是人工无法处理的资料量 其实我就觉得它已经是大 多大 其实大概超过十笔 我都觉得我干脆写个程式 后回圈写一下都OK了 但是如果这样很少 那没关系 你可以用你习惯的方法 所以有些时候怎么去使用工具 这个都没有标准答案 OK 如果说有点像你今天有各种的选项 你可以走路 对不对 你也可以骑脚踏7U-Buy 对不对 你也可以坐捷运 坐公车 对不对 甚至你也可以坐小黄 都可以到得了台北车站 对不对 如果距离短没稳 但是你距离长 如果现在去屏东的话 对不对 那你可能就要去想各种方法 对的方法 我们现在学的是 有点像工具 就是类似像交通工具 那你会越多工具的话 那你自然你就会 所以有选择 但是如果你只有土法链钢 滑鼠键盘 就像你只会走路 对不对 你说走路到台北车站 有点累了 对不对 就你走路到屏东 这简直是折磨人嘛 对不对 没事谁会走 所以这个时候你需要高铁嘛 对不对 所以越快越好 所以你们现在学的 我觉得有点类似像这种概念嘛 OK应该可以理解我类似 现在这种工具还不止VBA 还有其他更多工具 OK 所以现在人蛮辛苦的 要学很多东西 但是我觉得学习尽量还是怎么样 能够举一反三 学一次其他东西都类似 像我现在也有教Python 我觉得两者之间很多东西是相通的 只是说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商用的 微软要付钱 一个是自由 不用付钱 那就是你到餐厅有人服务 但是你要付很多的钱 但是如果你去自助餐的话 你就要自己自助 所以你要花很多力气 是要自己去找到一些东西 放在哪边 自己要服务自己 所以当然各种缺点 OK 不过结果都是一样 就是要提高工作效率 赶快把事情做完 OK 可以更高效率的 OK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 如何制定表单 接下来表单的位置 特别注意 一样在Visual Basic 在哪里呢 接下来 请各位拉开 关键在这里 它在哪 按右键 在任何地方按右键都会出现 插入我们之前是插入模组 写VBA程式的地方 那如果你要产生画面 就是制定表单 所以其实这两个 我想你大概到追堂课 基本上就这两个就够了 其实很多同学说 老师还有其他功能呢 我跟你讲 你暂时用不到 你先不要理他 不要炸醇干扰 因为也许有些东西 你这辈子也用不到 那你知道那么多干嘛 对不对 我宁可 我就不要知道 你不要告诉我 所以说 我觉得有件事情想告诉你 我有个秘密要告诉你 但是你不能告诉别人 OK 那你会想知道吗 通常我说 那请你不要告诉我 因为我一定会告诉别人 所以重点就是说 这个地方 我们就这两个东西就好了 制定表单 OK 按右键插入表单 接下来以后的东西 画面就由这边来决定 那工具箱就有点像 我们上面的零件 你这个画面多大多小 由你自己决定 有点像一个平台 一个平台 然后你可以在上面 放你要放的东西 OK 基本上你做完之后 你就按上面的执行 它就跳出来了 OK 这个其实就是跳出一个视窗 这个视窗会把底下的 那个Excel遮住 那将来上下可以互相沟通的 就是上面填的东西 你可以填到下面去 甚至你可以把下面设为保护 完全不能动 你通通不能动 只有透过我这个程式 你才可以输入 才可以查资料 才可以做什么事情 OK 所以你即便看得到 但是你是唯独的 只能读取 但是不能做任何变更 我觉得这样比较合理 因为很多人真的无聊 乱改 改完之后还不承认 对不对 你最后跟他变也没有 变赢了 你还是输 因为你还是要搞定 对他也不会帮你搞定 对不对 所以尽量呢 有的时候应该是先君子或小人 就是先把丑话先想在 先把限制先限制好 这个时候呢 你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因为太多案例了 像之前你们有一些学长姐 比如说像常举例 像公卖局 他底下有大概上千间的那个经销商 然后呢 他要每就是要把e-sale档给他们填嘛 回来东西他要整理 可是回来东西都跟原来预期的落差非常大 那你看几百家几千家的档案资料 回来你说他整理到什么时候 后来他学了这个之后 他就用表单 然后把后面资料锁起来 他说从此以后 他就过着幸福快日子 因为之后呢 厂商就不能乱填了 而且要按照上面的规定 你写得很清楚 就该怎么填 就怎么填 之后来的资料 你也不用去检查了 马上可以用 马上报表 对上面要看什么 马上资料就很快整理好了 再也没有需要为了说 因为别人发生的问题 而要惩罚你自己 对常常就是因为别人乱填 为什么是我要帮他搞定 对不对 他说他没时间看 比如业务人员 他很忙在外面乱填 那也可是他的错误是 输失是你要来帮他解决 那说不过去嘛 所以怎么办 你干脆呢 就要先限制他就好了 所以一定要限制 也就是说这个资料里面 我甚至建议各位 就是这个资料怎么样 你还要在教育里面保护工作表 把他保护起来 然后呢 你需要变更 你再利用VBA去把它变 然后再把资料放进去 对不对 他只能看而已 不能够改 这样我觉得 就比较不会有问题 不然我后来发现 很多人出问题都是出在 前端没有控管 之后再解决 变成为11万 你都在恶性循环而已 OK 所以这个大概跟 接下来要怎么做表单 我们表单部分的话 我大概 因为今天时间可能没那么多 我大概开个头 那我们 我是把云 那个 放在另外一个档案 不是程式 在上面这边 就是设计表单部分 那里面的话呢 大概就是 一 我们大概就做出这一个 这个表单 OK 然后里面的话 大概就是 前面有四个VABO标签 然后四个是填资料的地方 最后一个button 按钮 所以总共有九个零件 OK 一个phone 一个表单里面有九个零件 基本上我的做法是由外而内 由左到右 就分别把它完成 第一步就是先看到画面 但是这个画面做完之后 它只有表面 它还没有可以walk 所以你必须怎么样 再把程式写在这个新增里面 那就完成我们要的 再来就是再写一个启动它的一个按钮 按下它启动表单 这样就OK了 基本上我们就可以填资料 所以我们逐一逐一来看 首先第一步 我们先插入一个表单 那我们要做的东西 就是由外而内 由左到右 所以这个大小自己调整 那由外而内 外部的话大概就是我希望长这样子 它的那个表单的话 左上角叫成绩系统 底下的颜色变浅绿色 然后大概这两个地方 所以我们怎么变更 一 请你把这边 底下的属性 这个属性就是用来控制这个的外观 那首先左上角 它请你找到一个叫caption 这个表单 它的caption 这边caption 请你把它改成叫成绩系统 Enter 那所谓的这个属性 意思是说我要管理 这一些零件 包含等一下要放的这些东西 都可以透过属性 去变更它们的外观 还有里面的资料 所以第一个我先caption 第二个底色的话 其实你可以猜得到 这里面的话 底色的话应该叫什么 有没有被color 所以其实它属性 只差是英文的 那其实它意思就是说 你要变更哪些地方 那也就是有这个属性 才有办法变更 如果没有那就没有 所以有些功能是无法变更的 不是每个都能够变那个样子 所以我们底色的话 我把它改一下 调色盘改成前绿色的 OK 所以由外而内 第一个我们改caption跟back color 第二个的话 由左到右 那左到右的话 我就要放什么 姓名一直到面试考核 这个叫做label 大A 这个叫小A 这个叫按钮 OK 总共的话 我们大A就这个 标签label 小A的话是文字方块 然后呢 还有按钮是这个 命令按钮 那其他的话呢 也是零件 你都可以拿来用 不过我目前只会用到这三个 大概就够用 那第一个的话 我先点标签 拖拉 按住不要放 拉一个大小 不过它字都非常小 那里面的话 另外我要放什么呢 里面呢 基本上我要放那个 这个改一下 这边加一个姓名好了 也许这个栏位名称 我们少一个栏位名称 把这个名称改成叫姓名 OK 然后我就把这个姓名 其实这几个字也都可以复制 然后放到这边来 那一样改哪里呢 改它的caption caption叫姓名 Enter一下 字就变了 不过呢 字实在小到一个 不行 怎么这么小 所以怎么办呢 请你在Fonts 字吗 那设定的方法记得 它会有一个很小的按钮三点 点下去之后的话 它会跳一个视窗 让你去变更它的字的大小 我把它改成16号字 让你确定 好这么大 如果不够 自己再调一下 这个可以缩小放大 OK 好 那它的底下颜色要不要变更 灰色 back color 所以这边有个back color 如果你不喜欢的话 你可以改一下像这样 但是灰色你觉得改黄了 都可以 反正自己改一下 那改一个之后的话呢 底下还有三个 我是建议你可以用复制 拖拉加Ctrl鍵 为什么 因为你还要在设定那两个 你脚步怎么样 这样拖拉 两个三个 OK往下拖拉 如果说你拖没有那么准 就Y7扭8怎么办 没关系 你可以从上往下选 这边有一个格式 里面有个什么 对齐 有没有 排头为准 靠左对齐 有没有 主控项 第一个选到就主控项 排整形 第二个的话呢 请你把你的手举出来 碰到 有没有 跟以前小学生排队一样 当兵的时候 然后就把它怎么样 监矩叫什么 垂直监矩 设为相等 OK 再去更改这里面的字就好了 比如说这个应该叫做 什么答案考核 OK 然后呢 我们一样取消 然后把它贴过来 这个可能自己贴一下 这个的Label Caption 贴一下 Enter 那就1234 再来的话呢 就是这个小A小B 把它拉一个 大小反正就大概刚刚好就可以了 或者你也可以对齐它的上缘 所以你可以怎么办 以它当主控项 所以由左到右选取 这个就变白色 这个黑的 这个就主控项 然后你可以格式 对齐主控项的上缘 有没有 上缘 OK 不想已经对齐了 再来的话 这个字的大小 它预设好像太小了 所以我可以怎么办 在这个Font 把字一样先改成 9号变16号 OK 然后 做一个之后的话 其他就复制 所以这个复制一个 两个 三个 OK 是间距 间距看起来一样 不过如果不准的话 你也可以 隔式里面有一个垂直间距 是为相等 OK 然后最后的话呢 再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按钮 命令按钮 叫新增 所以拖拉拉 然后这边的话呢 字的大小 一样改成16 不过其他预设都9号 是太小 然后呢 它的caption 这个叫新增 OK 那 字的颜色 甚至如果你要改 其实这个Fall color 它的前景颜色 如果你要改红色的话 红色字 上面都有啊 其他的话 如果你觉得看得懂的 你就改改看 改错没关系 可以改回来 再来的话呢 你就把它稍微调一下 调一下 如果上面太空的话 你可以把它一起选 一起移 这样的话呢 调整一下 最后OK之后的话 你就执行一下 这样OK了 这就是我们要的 其实这个表单 并不复杂 就几个动作 然后把你要的排上去 然后呢 一个萝卜一个坑 啊 再来我们就是把 这三 这四个填上去 平均我们可以自己产生 合格不合格 这个都可以自己做出来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所以 感觉一下那个 表单部分 那这个表单 其实相当的好用 而且在那个VBA里面 做表单真的是非常的 我是觉得 如果跟其他的程式比起来 哇 这个实在太简单了 稍微比那个小画家 还困难一点点 OK 大家注意一下 那个步骤就是 先按右键插入一个字笔表单之后 然后我的习惯是由外而内 由左到右 OK 外面的话就表单 设定caption 跟他的back color 两个地方 再来就是label 再来就是那个文字方块 再来就是命令按钮 大A 小A 小B 再来就是这个按钮 大概做完之后呢 调整一下 你就可以有一个 还看起来 我是觉得已经有的那个样子的一个表单出现了 而且这个表单不是说你只能做这么简单的事情 其实他能够做的事情应该远超过你能够想象的 甚至拿他来写一个进销存系统 都未尝不可以 很多东西其实说真的 用这个表单 配合VBA 很多事情就可以做的 做到了 OK 好 那先试一下 把那个表单部分先try一下 待会我们再来看就是怎么样 启动它 然后再来就写一点程式 那这个部分就完工了